开国第一宴我们可以称之为国宴 这个就是当时举办开国第一宴的最确切的地点 粤菜的大师 看我来看他这一样的独立们 主要主人朱总司令 周恩来总理 我们的学做四十头 总理他自己的会做 他发明那个四十头 用笔切 他就是一个小小的镜子 从这面镜子里面 能够看到共和国七十年的历程 这个乡来的时候 我带着这个乡的夫人 参观北京饭店 开摆点购物 我爸开一张摆点好几公图的 包衍了下来 今年是清中国成立七十周年 找一些和共和国同龄的老先生 来分享我们整个祖国的伟大贡献 七十年前 枪林弹雨之后 中国开启了新的篇章 建国大典结束后 浩浩荡荡的工农联盟兄弟 与国家领导人一同 前往北京饭店会餐 他们彼此分享着胜利的喜悦 而这一餐就是后人口中的开国第一宴 开国第一宴是国宴的开端 而北京饭店则是开国第一宴的承办单位 王总好 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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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久仰吉人 欢迎来北京饭店 我们想跟您合作 做一道宴席 想邀请几位和共和国同龄的老先生 跟我们在这吃一顿饭 所以想跟您订一订 怎么吃什么菜合适 在哪吃合适 我们就听说开国第一宴是在这儿做的 就是天安门城楼 说完了中国人民章起来以后 所有的老先生老先生都到这儿来吃饭 是是是 那咱们这样刘先生 我带您咱们先转转看看 我也带您看看 咱们当时举办开国第一宴这个地方好不好 其实开国第一宴 我们可以称之为国宴 开国第一宴 它的意义 已经远远的超越了饭菜的本身 您看我带您看看 这个就当时举办开国第一宴的 最确切的地点 当时这是一个法式建筑 1949年新中国刚刚成立 北京饭店是当时唯一一家 有能力承办600人宴席的场地 而600人的宴席 吃什么 怎么吃 每一个环节都马虎不定 当时呢就包括选择菜 都是咱们敬爱的周总理他去甄选的 但是最后定下来的是淮阳菜 所以说真正我们最后 还是请的是玉华台的师傅过来做的 师傅们肯定不在了 对 因为那个年代 这已经70年过去了 对 70年过去了 那他们的徒弟 徒孙们有吗 有 我们北京饭店有一些 王子云川菜的大师 他的徒弟 包括我们现代的粤菜的 康辉康大师 他也健在 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 比如说我们的 谭家菜的传人 什么的都在 我们请和祖国同龄的这几位老先生吃饭 必须得从开国第一宴里面选出一到两道菜 好 然后再从以后 对 一年北京饭店的大宴席里面再挑选几道菜 对对对 争取从不同的菜上面 对 看到中国的70年发展 对对对 好吧 我们先从开国第一宴挑起 好 以开国第一宴为起点 往后大大小小的国宴 外宴 犹如新中国的祭祀部 他记载了大大小小的政治会面 以及新中国与世界的博弈斡旋 做国宴菜的师傅都是代代相传 我们此次宴席取名国太 正是国太民安之寓意 宴席上的每一道菜 都取自于国宴 不认识 不认识 正好 今天我这个 乐餐的大师康老 来看饭店 来看他这个样子 不认识 好 谢谢 您看 我欣赏一下你 你电视看都 谢谢 您看 我到北京的1955年的1月15号 夜里12点到在这儿 康辉是北京饭店赫赫有名的 五虎上将之一 胡志明 宋庆林 都对他做的菜 赞不绝可 这个大会堂 第一个国宴 五千 五千人 五千人 就是以前了 不管哪一个国家 大小的 五千人我们请客 所有大会堂 每一个国宴 只要我在北京不出台 我都参加 我都常在操作 这个是北京饭店比较有记录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这么一个宴会的记录单 主要主人朱总司令周恩来总理 这是1954年 这个年代宴会一般的高级宴会就烤小猪 烤小猪 烤小猪 我是经常烤的 我还有一套东西 烧烧烂的 烤小猪 烤鸭烤小猪 都我们都 你看过去的这个记载都不一样 我们现在叫北京烤鸭 过去记载是烤北京鸭 对 每个人记录的手法 对 烤北京鸭 95岁的他 也为我们的宴席推荐了两道菜 一道是开国第一宴的红烧狮子头 另一道则是建过十周年国宴的柴把鸭子 这两道菜 虽然是早期的国宴菜品 但他们的味道 也如同国宴师傅的精湛技艺 和为国家服务的使命感一样 代代相传 我们的学做四十头 总理啊 他自己都会做 五花肉 一刀刀切成肉粒 葱姜 料酒 给他制成一种葱姜水吧 我们家 他发明那个四十头 用鸭鸭 以前我们做四十头 很少用鸭鸭 馅 我们要这个给它打上劲了 这个肉馅要弹性之后 我们再上牛锅炸汁上 炸成金黄色 采取这红烧的方法 一般的这个都需要放在砂锅里 再炖两到三个小时 以前西洋主科经常来 一来那时候啊 用他的名义 给那个西洋主科送四指头 其实就是我们给做 他教我们做过这个城 我们现在完全就按照当年的传承 这种方法来制作 到今天 他的味道依然保持 周总理曾经有言 外事服务如小事 随着时代的发展 国宴规制从八菜一汤 简化为四菜一汤 规制虽减 但菜品更加精益求精 如何让四海宾棚 在有些的菜品内 吃到既有大国风范 又合乎来宾口味的饭菜 对现在的国宴师傅们来讲 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侯师傅 刘师傅 两位呢都是参与了很多国家级宴会的顶级厨师 刚才跟康老先生也聊了一下 我们把开国第一宴的一些菜单捋了一遍 红烧四指头 采把鸭子 但是还是得跟两位商量 到底我们这一餐宴 这一桌饭定什么菜 还有一个呢 当时2014年埃派克的时候呢 我跟猴鹿我们商量了一个菜单 因为在国宴里边 海鲜是必不可少的 对 尤其是埃派克呢 是21国元首及夫人 主席台是41位 底是550人 这场宴会呢 有300多位厨师 1001个服务员 再给整场宴会它进行服务 所以当时猴鹿跟我们一块开会呢 我们研究就上了一道这个碧绿芙蓉虾 这个虾呢 我们先要经过去皮 这个去虾包 开背 去虾剑 然后呢 去掉表皮以后呢 在虾肉上 系3到4层的滑刀 这样虾呢 通过加热滑油 收缩以后 会呈现一种花朵的这种状态 使造型更加美观 因为当时呢 领导对于埃培克呢 对于我们的要求非常严 我们从这个水利坊 地下二层经过制作 到一层进行装盘 需要走多少步 多长时间 都经过精密的测算 从汤品的温度保温 到菜品的温度保温 都进行过专门的设计 和严密的这个监测 所以说呢 这个师傅们 真是付出了很大努力 国宴的菜品 要同时兼顾 来自不同国家 地区 民族的来宾口味 既要保证色香味俱全 又要彰显大国风范 而这两道经典菜肴 也即将成上 我们中国宴的餐桌 国泰宴 有很多不同的国宴菜组成 我觉得应该找一些和共和国同龄的老先生 来分享我们整个祖国的伟大变迁 夏老师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来来来来 快请进 冒昧打扰 请进 快快快 1949年生日 我们也称之为共和国的同龄人 他们和共和国一同成长 而此次 我邀请到的座上宾 更是有着卓越不凡的中国精神 中国登山选手夏伯渝 凭借坚持不懈的攀登珠峰 与另外九个感人故事一起 入围年度最佳体育时刻奖 你最近还好吧 挺好多 谢谢你 忙什么呢 就是一些采访啊 一些分享啊 反正就是 就这事比较大 是 所以呢 引起了几乎全国的关注 我是1974年 被入选到国家队的 就真正经过选拔到了国家队 真正的国家队 专业运动员的时候是 1975年 我去攀登珠峰 参加那个中国登山队第二次 攀登珠峰的活动 结果呢 到了8600米的高度以后呢 遭一个暴风雪 结果我们在上面待了两天三夜 被迫下车 下车到7600的那个晚上 我把我的睡袋让给了 我的一个丢失了水袋 而体力又透支的一个队友 导致我自己动掉了双脚 因为那时二十几岁 没有了脚 就觉得自己在后半生 可能就要在轮椅上度过 你想那时候多悲惨 在登珠峰就成了一个梦想 成了我一个分队的目标 短短七十年 新中国的飞速崛起 展现了中国的勇敢和坚韧 而夏老先生也在69岁那年 第五次冲击 并且终于登上了珠穆朗玛峰 开国第一宴在1949年的10月1号 我们希望在2019年 请几位和共和国同龄的老人家 我们重温一下开国第一宴 您呢负责去邀请跟您同龄的朋友 好 太好了 谢谢 今天是托咱们共和国建国七十周年的福 有这份幸运 把各位共和国的同龄人邀请到一起 这个头牌呢就是凉菜 而且连这个餐具都很特别 这套餐具呢是2014年 北京APEC会议的时候 国宴上用的餐具 而且是主桌上用的餐具 当时呢就在水利方 当然这并不是当时各国领导人使用过的 今天呢我们就美食要配美气 就用这套美气呢来款待各位 这是北京饭店的厨师长 对对对 先祝您身体健康 其实这个很多菜 我们事先跟不老说没关系的参与好 还有一个又还原了我们开国第一的一些传统菜 同时还有APEC 2014年APEC的一些创新菜 就是新老伯宴 狮子头 狮子头 这个是华阳菜的代表菜 也是我们开国第一原汁原味 没有守国压的传统菜 这个宫宴鸡丁呢这个是北京饭店的传统菜 跟外边的宫宴鸡丁不一样 在我们那宴请莫可 在我们十八楼上了咱们的宫宴鸡丁 这个宫宴鸡丁我们是干辣椒辣椒面的 这个还有一个用我们专业术语叫什么呢 这个鸡丁呢我们是不走油的 是连锅煸 先煸花椒煸辣椒 下入生的鸡丁 这样呢也保证原汁原味 而且呢我们这个呢是麻辣小甜酸 有自己的特色 几个老先生可以尝一尝 一锅出 德国的总理沃可特别爱吃 在这吃完以后 他又到成都去访问 还专门跑到成都的一家餐厅后厨去学 宫宴鸡丁 是中国人眼中再平凡不过的一道川菜 很难想象在外宴当中 承载了这样的故事 而那些国宴菜也并非奇门异类 他们大多平凡 却并不平庸 食材精挑细选 下料准确细腻 让每一位来宾都吃出中国的味道 而这些记忆都是一代又一代 国宴师傅的积累和沉淀 如同今天的这些老人家一样 伴随着祖国共同成长 我是这个二十几岁吧 到过去 去的就是从事文物社里 我们共同一点就是四九年共和国的同学人 对 也都是属于用 他们六八年去青海 我是去山极老之清 各位对自己印象当中有什么好吃的菜啊 参加或者什么宴会啊 有什么记忆深刻的吗 因为各个时代肯定不一样 中国如果从现在开始 再往后推七十年 可能我们一回味起来都差不多 十字头公保吉利 可是这七十年 曾经的土豆丝是最好吃的 曾经一个煮白菜是最好吃的 傅老师啊 就是海拔最高艳就是什么能量椒啊能量棒啊 巧克力啊 就是牛肉粥啊 就是这些 我父母家中南下去广州的 我是跟老子在一起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半茄泥 把茄子蒸里头加芝麻酱 这也是倒蒜 我的印象最深的 他往这一坐 他本身就是一段故事 他就是一个小小的镜子 从这面镜子里面能够看到 共和国七十年的历史 最后呢就是一碗长寿面 这碗长寿面祝各位身体健康 祝我们祖国生日快乐 好 我们希望将来七十五年 八十年 八十五年 九十年 还能够跟各位相聚 所以饭并不仅仅是饭 宴也并不仅仅是宴 而是和这几位先生望着一座 我们品尝着一桌七十年跨度的国宴菜 听着老人们讲讲这七十年的故事 他们就像国宴的菜品一样 平凡去不平庸 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 为祖国奋斗 和祖国共进退 新中国也用七十年去诠释了 什么叫做国泰民安 繁荣富强 十一岁左右吧 读过《红楼》吗 如果我从小看《红楼》就能够看到里面一些吃的 也没想过能够在生活当中真的能去吃到这些 八十三年的秋天 我们就正式地推出了《红楼》 研发的本身反复地去试验 而且反复地去试验 最后打造自己头脑里想象的这个菜品的图案 今天咱们做一道传统的盘家菜叫小枣蒸滑鸡 鸡腿肉 木耳 然后去糊的小枣 整鸡去骨 过去师傅剃的都是整鸡 两分钟得替一只鸡 小枣选用的咱们上好的金色小枣 做之前把这鸡豆先浆一下 盘家菜是一个就是清朝时期的一个 曾经做过都学中过榜眼的这么一个大官 他开发了盘家菜这条菜 然后放一点玉米粉 这个在烹调过程当中叫什么 叫上姜 先放少许油 葱姜爆香 开大点 把鸡块放进去 先把这鸡块炒到什么 炒到断生 盘家菜就能流传至今的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什么 随着衰败 把过去在家里面请吃饭的东西 最后给弄到什么 弄到胡同里去了 靠这个做营生了 炭家菜 那时候宫里大安贵人吃了 最后流落到西丹羊而活动了 然后咱们盖上盖15分钟 当时碰到了一贵人 我们今晚的周董来周董 把这个请到了为止安店 然后通过我们的师傅的师傅 我们的家里面就传承到现在 才有了今天的弹家菜